好的,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了 中间表示的新的政策没有什么特别 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概念出现 基本上过去市场已经充分 预计到中央的政策也是将会维持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政策的 所以会议结果公布以后市场的反应不是很大 相反就是美国的美元会价最近有一些特别的变动 上星期五美国的市益率只是10%远远地低于市场的预期 所以市场憧憬可能美国的经济坚持都比较好了 有利美元比较快一些加息 所以美元会加上升 一般根据在金融海啸以来 就是每当每当美元会加上升的时候 股价都会下跌的 但近似在上星期五 就是股价跟美元的同时上升 我们看见可能市场有一些微标的变化 就是以前就是由于市场很多的基金 所以推动的风险基金 资产包括股价上升 但现在上星期五可能显示 已经开始市场由于经济本身的增长 推动下一轮的股价上升 这是一个好消息的 但现在来说加在中国的经济会议 我看短期来说 没有对股票市场有什么大的动力 深的力量出现 应该是维持现在再高绘制 反复的加率 感谢观看